位於南投縣新一鄉同富村的野溪 因野溪沒有妥善整治 導致每當好雨來臨時 雨水都會淹過路面 加上當地又有許多砂石車經過 先議員謝明謀接貨陳情後 陪同縣長前往會堪 而縣長林明珍表示 需要改善的地方就該改善 並會督促相關單位盡速辦理 所以今天來實體來會堪 大概工程會也要開招 要將近兩百萬 我想我們地方要做的 我們就要快來完成 快來實施 改善這些水路 不要亦以成災 對我們荷霞村的機面 也帶來很大的北邊 所以我們馬上會請我們水寶庫 來精進去設計 在年代的情況做得好嗎 我們要督促來縣政府水寶庫加速辦理 縣議員謝明謀表示 同復出野稀若沒有整治 每逢好雨來臨時都會淹水 甚至淹製附近的農田 非常感謝縣長林明珍的幫忙 在縣長會抗後也允諾施工 解決當地居民的問題 是來這個董戶村 他這個 這棵樓的水流 也沒有經濟過 水如果不防大雨 水都淹到人家的殘土進去 影響我們這些農民很大 現在館長今天來看下去 看這個驗證明 知道這個驗證明 也體恤這些民眾 有答應要給他們改善 大家歡迎到這樣 改善後應該就不會去 應用到這些農作物 醫藥栽培來 應該就會比較順利 非常感謝縣長林明珍 以及縣議員謝明謀的幫忙 在會勘後不但同意施工 整治野稀 也會督促相關單位 盡速發包施工 期望在施工後 可以解決因為淹水 造成交通不便的問題 記者邱平宜 新一採訪報導